第 1 中有人 哒哒哒哒哒哒哒 哒哒哒哒 哒哒哒哒 哒哒 干什么呢 还不先丢人啊 哥 小燕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娘没有找你 谈金帽祥的事吗 我知道了 那个野种来了 也轮不到你了 什么 哥 你又喝醉了 别在这儿胡闹 多年的道行 一朝丧 我以为在车家 只有我是被人看不起的 没想到 野种一来 连你的地位 也要靠边站了 都怪你们自己没用 娘才会依靠外人的 都是你 娇燕 要不是你引狼入室 养虎为患 他能有今天的气候吗 再这样下去 我们连喝粥的份都没了 等着瞧吧 我一定不会放过 那个野种的 我一定会找个好的时机 把他赶出家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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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还能拿回 我们车家的产业吗 我们还能得到 娘的信任吗 一定可以的 只要我们兄妹三人 齐心合理 一定可以的 回去早点休息啊 明天还要起早呢 没事儿 我不累 你们想干什么 问我们 我们是棒打鸳鸯的 是棒打鸳鸯的 要把他赶出家门 是棒 我来 冰箱 一枪 一枪 一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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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我 放开我 你们想干什么 放开 放开我 救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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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韩正妹 我们是受人指使的 走 姑娘 是你啊 你没事吧 你住哪儿 我送你回去 爹啊 高丽祥现在已经站在金帽祥那边了 要是我们再不想办法把他弄过来的话 恐怕他会成为我们的心头大话 看来我的宝贝女儿 是看上高丽祥那小子了 你现在担心的不是他站在哪边 你是担心他成为别人的成功快婿吧 爹 您在说什么呀 哈哈哈哈 是啊 其实啊 我也觉得 立祥是个不错的人 如果他能够成为我王思远的女婿呢 对于我 也如同如虎天意啊 可惜啊 现在不是时候 笼络人心 难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咱们得从长计议 啊 但是只要是金帽祥一垮台 那么立祥就失去了安身之处 他自然 自然就会投靠到我们这边 啊 老板 老板 有车家人求见 原来是车家大公司啊 这么晚了还亲自登门造访 有何贵干 王老板 深夜拜访打扰了 我来是给你们送件礼物的 免得你们总在背后 打我们金帽祥的主意 这可是要费很大周折的 真是这样的 这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其实这个礼物呢 你们也惦记很久了 今天我亲自把它给送来 你们到底把它怎么样了 王家大小姐 您不用紧张 他只是被打晕了 王老板 说实话 这个人 我不喜欢他在金帽祥里 争权利 你们王家 也不希望他在我们车家出现 所以现在你和我的利益是一致的 这个人如果你要把它留下 那我就把它给你 如果你不需要 那我就把它带走 好吧 这话既然说到这份上 我就留下 哎 要说你们车家的人呢 上上下下我都见过 我是看在眼里 记在心里啊 是 我们两家是有些过节 但是我还是非常欣赏大公子身上的 这种敢做敢当的豪爽性格 今天你把李翔给我送来了 也算是了了我一桩心愿 王某感激不尽 王老板 那我就先告辞了 怎么处置他 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可惜啊 可惜车公子空有抱负 却无人赏识 你连关键的敌人都认不清 王老板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们的敌人和利益是共同的 车大公子才应该是金茂祥的大当家的 好了 以后有用得着我王思远的地方 尽管开口 我必鼎力相助 不管你说的话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车为人真的很高兴 谢了 告辞 送客 是 请 爹 你是这样让他走了 我这正琢磨着车家该有点动静 那他们就把立翔送上门来了 真是天助我爷 爹 那立翔怎么办 你那点心思我明白 送他回去吧 真是老天爷有眼 让你们俩逃过这一劫 肯定是王家的人干的 就像土匪 我真的弄不懂啊 他们为什么抓了我又放了我 诶 丹萍 嗯 那个救你的人 到底是谁啊 就是那个在香满楼 要给我磕头的客人呢 就是那个行商模样的老实人 他的武功可厉害了 三拳两脚 就把所有的坏人都打倒了 你说我是不是要学点武功什么的 学那些干嘛 怪危险的 做人哪 还是老实厚道点 嗯 是啊 弄强武功的事 咱可不做啊 那批货进了货站 已经开始代售 货价调回 这几天 其他的货站也都缺乏货源 暂时停止了营业 因此我们的生意特别好 你娘的身体还好吧 我让她搬到这儿来住 可她为什么不肯 这几年 我娘已经习惯过清静的日子了 还是你娘有福气啊 少操心 少劳神 像我 一大清早睁开眼睛 就要做那么多的事 李翔 你脸怎么了 啊 没事儿 昨天回家的时候天太黑 我摔了一跤 以后小心点儿 现在家里的事情 都交给你打理了 可不能出事啊 我知道了 大妈 娘 我哥她昨天一晚上没回来了 李翔 我说对了吧 没有一天不让我操神的 不回就不回吧 反正她也没把这儿当成家 李翔 干了两天 你现在觉得金茂祥有什么问题吗 其实我觉得金茂祥 经营的方式还是很落后 伙计的工作态度也不是很积极 如果能够让他们参与经营 也就是划分一定的红利小股份给他们 我相信会让他们更有投入感 更积极为金茂祥买命 你这不是让金茂祥四分五裂吗 连王思源想分一杯羹我们都不给 你还要把金茂祥分给那些伙计 真是一响天开 娇燕 你是没有明白李翔的意思 他是想让那些伙计们 对金茂祥有一种归属感 工作起来更加的尽心尽力 对 我就是这意思 不过目前还办不到 虽然这些伙计们跟我这么长的时间 可是人心隔肚皮呀 再说了 王思源他虎视眈眈的瞄着金茂祥这么久了 万一要是有一个意外 咱们的股份落到他的手上 岂不是落一个得不偿失吗 我认为经营的货物也可以有所改变 目前金灵的商家竞争这么激烈 但是贩卖的货品都是大同小异 再这样下去 等到市场饱和 金茂祥的生意会越来越难做的 所以我认为目前最重要的是要开拓新的市场 金茂祥应该多方面尝试不同的生意才对啊 碧翔 你说得对 这件事情呢 你就多上点心 考察一下市场 我相信你会办好的 是 伯母 伯母 立祥呢 他在货站还没回来 你慌慌张张的出什么事了 来不及了 我先找到他再说 我的账目做得清楚得很 你能找得出错吗 我不是来找错的 我是想知道金茂祥的营业状况 就这个账本来看 这两年金茂祥似乎没亏 但是也没赚哪 这年头没亏就是赚 我没赚 我们是开门做生意的 当然是要做赚钱的买卖了 如果不亏不赚 我们耗那么多精力做什么呢 谁不想赚钱呀 可是这样的行情 你不能拿着刀子 逼人家来买东西吧 生意不好 是因为大家都做同样的买卖呀 就像万人过独木桥 路越走越窄 到最后挤不下去了 就只有掉进深渊摔死了 微言耸听 我们应该另辟蹊径 卖与众不同的东西来招揽顾客 这样金茂祥才能够左右逢圆 绝处逢生啊 你说得比唱得好听 金茂祥可是十几年来 卖的都是这样的货 一样的风雨不倒 什么叫与众不同 顾客需要的东西从来都是一样的 油盐酱醋绫锁绊 怎么个与众不同啊 我一时还没有想到 嗯 我只是觉得金茂祥 应该要尝试不同的出路 不应该再墨守陈规啊 你省省吧 你才做生意几天呀 我可是十几岁就跟着娘在金茂祥 进进出出的 要讲生意经啊 我可以跟你谈得头头是道 可是说起来是一回事 做起来是另外一回事 没这么简单的 比起我 你确实是做生意的前辈 其实我对你 一直心存感激 是你劝我离开乌镇 才让我有了一个全新的事业 我来到金陵 在我最为难最彷徨的时候 也是你鼓励我留下来 面对困难去解决 如果没有你的话 我可能早就回到乌镇了 也就没有今天的高丽祥了 受人滴水之恩 必当涌泉以报 你对我的提携之恩 我永济心头 跟着大妈 我也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我希望我自己可以融入金茂祥 和你们一起打拼 我希望金茂祥 能够成为全金灵第一大货战 既然娘这么器重你 你就好好干 可千万不要让她失望啊 嗯 我会想办法改善金茂祥 和元的问题 只要我们能够找到新的出路 我相信金茂祥 一定可以大有作为的 立祥 你怎么来了 别啰嗦了 赶快跟我走 怎么了 别问那么多了 你先跟我走啊 哦 走啊 哼 这小子还凌云壮志呢 什么想把金茂祥搞成金灵第一大货战 真是出生牛犊 不知死字怎么写啊 哼 我倒要看看 他到底能玩出什么花样 小曼 丹萍 怎么回事啊 小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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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萍 怎么了 小曼 我不敢带立祥回家 可不可以在你这里躲一躲呀 到底怎么回事啊 是这样的 有一个洋人拿着你的画像沿街询问 还悬赏了一百两银子要找你 李翔 你是不是得罪什么洋人了 要不他们干嘛这样找你啊 除了乌镇的玛丽兄女 我从来没跟洋人打过交道 你们两个也别太紧张了 我觉得那个洋人并没有恶意 否则早就派兵来抓你了 可是我还是很担心啊 这样好了 我有几个洋人朋友 我去找他们打听一下 到底怎么回事 小曼 谢谢你 不用 哎呀 你们两个总算是回来了啊 有人等你们半天了 来来来来 快快 丹萍姑娘回来了 啊 赫先生已经等了很久了 他一直在夸你的厨艺呢 他刚才去了香满楼 吃不到你的菜 才追到这儿来的 是啊是啊 哎 你们看我像不像一只馋猫啊 赫先生 这个香满楼啊 他太欺负人了 我们不打算让丹萍继续做下去了 是啊 丹萍姑娘的这一手好厨艺 不善加利用 可真是太可惜了 是啊 哦 对了 我在金陵也开了一家小吃店 就是不知道 能不能请动丹萍姑娘 哎 可以试试啊 丹萍 反正你在家里也闲闷 不如去帮贺先生的忙 嗯 我看成 哎呀 这贺先生一看就是个忠厚人 贺先生 那明天 就让丽翔带着丹萍到你那儿去 丹萍 你愿意吗 我行吗 哎 你一定行 我看就凭那道松鼠活鱼 就一定能名震金陵啊 哈哈 那 一言为定 好不好 那个 明天呢 我在我的小吃店等你们 对了 我的那家小吃店的名字叫做 萍水相逢 哦 好吗 告辞了 那我送送你啊 来来来来 走 请留步 萍水相逢 丹萍 怎么了 啊 没有 我只是觉得贺先生这个人挺有意思的 啊 是啊 有谁会说自己像只蝉猫呢 哈哈 哈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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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翔 李翔 小曼 李翔 怎么这么早就来了 我帮你打听到了 原来啊 一直找你的那个洋人 就是上次你从香满楼救出来的高登先生 他找你的原因就是想感激你 就是他呀 嗯 一点小事有什么可感激的 他听说我认识你特别高兴 一定要见你一面 哎 我帮你约好了 等一下在教堂见面 今天啊 对啊 怎么了 李翔 你去吧 让伯母陪我就行了 哎 啊 原来你就是金灵赫赫有名的 金帽强货站的掌柜 我也是做生意的 也许我们可以合作 你是想把洋货引进金灵 对 现在不但在上海租借 就连那些达光贵人都喜欢洋货 洋货在中国市场迟早会形成一股旋风 如果你的眼光够准 你可以领先潮流 啊 李翔 你还犹豫什么呀 这是多好的一个机会 假如金帽祥真的可以代理洋货 那我们就比别的商家多了一份商机 多了一份竞争的实力啊 啊 高登先生 虽然我是金帽祥的掌柜 但是我并不能完全做主 不过我答应你 我会好好地考虑尽快给你答复 希望我们能够合作愉快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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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把一些样本拿给你 让你满意 好 云子 擦干净一点啊 好嘞 好嘞 伯母 那里就是了 哦 这儿 二位来了 哎 里边请吧 啊 林子 哎 伺候着 哎 哎 伯母 你看 哦 我这里呢 虽说地方不大 但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 哎 不会委屈丹萍姑娘吧 啊 殿小好打理 丹萍也不会太辛苦 只怕会让贺先生失望 啊 啊 啊 二位请坐 哎 哎 哎 是这样 我不会经常留在这里 我会时常跑跑京城 所以说呢 这里的一切就交给你了 啊 交给我 啊 我会把这店的一半股份给你 所以说 你就是这家店的半个主人了 哦 可是 我们没有本钱呀 哎 哎 丹萍姑娘的厨艺就是本钱呢 要是没有丹萍姑娘的厨艺 不意 我想我们这家小店 就得关张了 所以说 丹萍姑娘 是我们这家小店 最关键的一个人 啊 这不是小事 我想 我得回去跟立翔商量商量 啊 没关系 我还要在金陵多住两天 我等你们的消息 哎呀 什么东西啊 这是怀表啊 对啊 哎呀 哎呦 哎呀 这是什么东西啊 是啊 怎么一个小盒子 就能发出这么好听的声音来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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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好奇奇怪的是 啊 什么� qualité那是 能唱清戏吗 哎呦 哎呦 就是好听 einen 你听命 是啊 哎呀 哎呀 真好听这个 哎呦 徐先生 你的脚怎么了 我 我爹啊 他有脚气病 只要脚一出汗就会痒 对 你试试这个 这 这个 这 这管用吗这个 别别别 不是喝的 是擦在换出的 换 换出什么玩意儿 爹 就是要你涂在脚上 涂 来来来 我替老爷来擦 来来来 来来 我帮您 老爷 老爷 怎么样啊 这些养活呀 不是 你别说啊 还真是不养了 你刚才还说人家养活不好呢 直播 你这么神奇啊 这些养活在京城卖得挺好的 不知道在金陵怎么样啊 谁啊 丽霞 丽霞 来来来 这 这养活呀 虽然是花手 它还挺实用的 以后你们金茂祥要是进这种养活啊 我是第一个顾客 好啊 行 这养活 这养活哪有中国货好啊 就说这打火的吧 我们大火石多耐用啊 可以用一辈子 这养玩意儿用不了多久啊 就得坏 多费银子 娘 养人的东西确实是方便吗 立强说得对啊 现在满京城啊 都在搞什么洋务 洋务什么的啊 咱们现在啊 是没有赶到前面 能跟上就不错了 如果连跟都不跟啊 那可就拉了一大截儿了 那我们为什么要跟啊 洋人喝牛奶吃面包 我们也得跟啊 娘 不是这个意思啊 但洋人有些东西确实是好 又方便又节省了时间 洋人有句话叫时间就是银子 省下时间就是省下银子了 我听不懂 我说 你就别泼立强的冷水了 立强 爹支持你 不过啊 跟洋人打交道 你也得多留个心眼儿 我听说洋人哪 不懂感情 唯利是图 你小心点啊 别被他们给你卖了 爹 我知道 海群之马到处都有 丹萍他怎么了 他今天好像不大开心呢 立强 你去看看他 你今天没有陪他到小吃店 回来又不关心他 他当然不高兴了 好 丹萍 对不起啊 我一忙就忘了你的事了 我没事 你去忙吧 贺先生那边怎么样了 他对我很热情 我也不好推辞 不过他说要把半间店让给我 我担心 你担心什么呢 如果你不想受人恩惠的话 等我们存够钱 就把本钱还给他呀 丹萍 只要你开心 我都会支持你的 你对我真好 等小吃店开张 你就会很忙 你要照顾好自己呀 你去吧 你去吧 我帮你送你 去吧 我快就给你帮我 跟他在干吗 我走了 你会送你 好了 来 这是夕阳玩意儿 叫万花筒 是吗 这么一个小小的圆筒 能变化出那么多的形状 变化莫测 真像是人生的一个缩影啊 谁能把人间的冷暖看透 看到事情的本质呢 如果金茂祥能够代理这些洋货的话 就可以让我们的货债 有一个全新的面貌 能够给顾客多一点选择 提高了货源 也增加了我们的竞争实力 还可以改变民众的生活习惯 我反对 洋人一点都不可靠 跟他们做生意 吃亏的一定是我们 对 你不能够以偏概全 我们是做生意的 只要有利益 就应该去尝试 不能够放过机会的 对 不 不对 这些洋货这么贵 我们中国人也用不习惯呢 要接受一个新的东西 一定要有一个过程 但只要这东西是好的 是方便顾客的 他很快就可以替代旧的东西 你看看这些东西 奇奇怪怪的 我们中国人根本就不了解 再说了 金茂祥如果贸然进货 那我们要担当很大的风险的 金灵是一个很大的市场 人多市场大 但是我们不能把眼光 放在周围的顾客身上 我们是做洋货的代理 还可以把洋货推荐给其他的货站 这样一来 风险大家承担 但是利润我们拿得最多 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不能这样做 金茂祥的银子拿出去了 那就试试吧 大妈 您答应了 娘 王思源 一直没有放弃打压我们 我们面对的竞争 只会越来越严重 如果不找新的机会 新的货源是不行的 代理这些洋货 也许是我们金茂祥 绝处逢生的好机会 昊良 你赶紧去账房那这些银子 带利润去进货 对了 这件事情一定要快 不能让其他人赶在我们前面 是 真的 车鱼贵他真的答应 让金茂祥代理洋货 刚开始我也不敢相信 可见我大妈 真的是一个精明的商人 她知道怎么做 对金茂祥好 知道怎么做 才可以把握机会 那我还有好消息告诉你呢 这两天呀 我也跑了好多的货债 他们都答应帮我代售洋货的 你看我们的经营范围 是不是又扩大了 那太好了 我们一定要把洋货引进金灵 让所有的货债 都有我们代理的洋货 小曼 谢谢你支持我 没关系 我应该的 都说呀 女儿大了不由爹呀 这句话我到现在才算知道怎么回事 爹 一开始是洋部 现在呢又是洋务 我们家小曼呢 都成你跟班的了 连自己家染布房的生意都不做 李翔 你 你没什么事跟我说是吧 比如说这个 爹 胡说什么呢 左爹的看着这心哪 都酸了 都碎了 都摔成八倍了 不是 这 我说 自己呀 心肝宝贝似的腾着 怕累着不敢用 如今 死心塌地的跟着你这个傻小子 不求名的 不求利 跑前跑后 费心劳神的 不 咱 咱不说钱的事 李翔 你到底有没有把我们家小曼放在心上啊 爹 您就不能少说两句啊 我 伯父 小曼对我的好我都会记得的 如果有一天他需要我 我一定会义不容辞地帮助他 我不会让他受一点委屈的 行行行行 你们年轻人的事 我不管 不过李翔啊 不能欺负我们家小曼啊 我可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 好好好 好 好 不说了 随便吧 我爹他说话就这样 你别介意啊 嗯 啊 听说 现在这市面上好多商家都在卖洋货 总代理居然是金茂祥 又让他们抢先了一步 做梦都没想到 金茂祥这么一家老店 竟敢有胆子去接受洋货 这可是冒风险的事 这事儿芭城又是那个高丽祥出的主意 这小子呀 胆子够大 眼光够独 他居然就让金茂祥就这么死灰复燃了 女儿知道爹欣赏他 女儿也想拉拢他呀 可他就是软硬都不吃 他就像一张好奇 车玉贵得到了他是满盘结活 可惜我没这个福气呀 有什么了不起呀 不就是办洋货吗 高灯本来就是我们的客户 是那把火烧走了高灯 却让立祥减了个便宜 看来我们不能让他们高兴得太早了 我们得有所行动 你去联络高灯 要把带立洋货的生意抢回来 同时还要破坏金茂祥他们的利益 别忘了 还有一个人可以利用 近来如何呀 自从上次一别后啊 我爹可是对你赞不绝口啊 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别假装客气 别急嘛 车公子 我们也算是不打不相识 来 让我敬你一杯 洋货赚钱哪 如今市面上都是你们车家代理的洋货 看来高丽祥在你娘心目中的地位 又是水涨船高了 你们活该 当初如果不是你们把他给放了 会有今天的结果吗 是 算我们不对 但是当时也是一时胆小怕惹祸上身嘛 可是你就干心眼巴巴的看着立祥爬到你的头上了 我又能怎么样啊 我又不能放一把火 把我们自己家的店给烧了 你知道跟高丽祥合作的那个洋人高登的底细吗 你知道 你都查到了干嘛还来问我呀 我是想要试试你看你是不是真心想跟我们合作呀 我当然是真心的 这个高登到底是什么来头啊 这个高登是英国派出来的 他原来是做军火交易的买卖 早年在上海滩还跟白彪有过一段过节 要是白彪知道这次跟立祥做生意的洋人是高登啊 这天非翻过来不可 为什么 你还不明白吗 高登和白彪有一笔旧账为亲呢 如果白彪知道高登来了一定会去找他算账 这事要是惹恼了高登啊 他还会把生意交给高丽祥吗 要是高丽祥没有了高登的货源 他还能得到你娘的恩宠吗 这次我们不但可以搬到高丽祥 还可以趁机把白彪一起做掉 不行不行 我们大当家的哪那么容易做掉 这事以后不许再说了 你好像有些害怕 我怕什么 只是我们大当家的对我有恩 他提拔我当二当家的 况且他跟我们家有那么多年的交往 我怎么能做这种事呢 笑 白彪和你们家的交情也真够深呢 你什么意思 难道你还不知道啊 长风没有告诉你吗 那算了算了 当我没说吧 长风都说了些什么 这 这我该怎么说呢 白彪跟你娘 一直都有着那种关系呢 你胡说 我告诉你 你不许在背后侮辱我娘 哎呀 我也是听长风说的呀 也许这些都不过是谣言而已 您就别放在心上了 来喝杯酒消消气 长风这个混蛋 竟敢在背后侮辱我娘的清白 这个混蛋 就算他死了 我都觉得便宜他